今期热播的第六感之吻大家有看过吗 这部剧改编自同名漫画第六感之吻 有引起向徐志慧金之硕写手主演 但让更多观众感到意外的是 动灵美女徐志慧究竟在她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隐藏了什么样的惊人来历 出道过程又是如何呢 提起徐志慧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漂亮 身高170身形高挑丰满 是个不知不扣的大美女 从名牌大学成军馆毕业散发着无限魅力 1984年出生的徐志慧出生在韩国首尔东大门区 家中成员有父母及一个弟弟 她曾2017年在综艺人生酒馆中谈到 国中时期家中经济状况遇到困难 双亲为了支撑佳绩而忙于工作 身为长女的徐志慧则是选择就读实业高中 希望能学到一级职场工作赚钱 高2的时候偶然在路上被星探挖掘接触演艺圈 高3出演MV女主角正式出道 接着陆续出演女高怪弹四声音 新短等戏剧赚入1500万韩元 为自己筹得大学学费 徐志慧在节目中说到 当时母亲也小心翼翼的跟我借了将来大学要用的钱 对于此举我完全没有想象过 甚至也埋怨过一段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了解到 只有家人会站在你这边所以没关系 揭开过去辛苦的岁月时 也不免留下眼泪的徐志慧 让观众看到其成熟又懂事的另一面 好感度大提升 于2002年出道的徐志慧 至今出演超过30部影剧作品 经历十分丰富 2014年在韩剧Punch饰演检察官崔炎珍一角 剧中高额端重的造型 加上一粒为优先的鲜民演技 让他备受称赞 2016年出演极度的化身 饰演红会员播音员 破格展现首次脏话演技 充满Go Cruise 接下2017年在黑骑士饰演反派恶角色 2018年在胸腔外科盗取心脏的医生们 展现果断专业的医疗演技 到了2019年 爱的破教饰演北韩千金徐丹 迎来演艺事业高峰 又于2020年在韩剧一起吃晚餐吗 首次担任第一女主角 成年勾引的实力终于大放一彩 众多作品的徐志慧也多次获得大奖殊荣 像是2012一韩剧星星月亮都摘给你 拿下KBS演技大赏的女子优秀演技奖 2016年与2018年也先后凭着季度的化身 胸腔外科盗取心脏的医生们在SBS演技大赏拿下奖项 但是知名度依旧未开 直到2019年爱的破教许丹一绝 华丽造型不输孙玉珍 加上剧中与剧成剧 跨越国界以及生死交错的爱情 让这顿巨丹CP深深浪运在观众心里 许志慧也于志浩出演一起吃晚餐吗 两人也续前缘 饰演现实情侣 到南行继续谈恋爱 满足爱的破教留下的遗憾 不过虽然许志慧在戏剧中多演艺较冷酷的形象角色 但观看其温想的私下生活 不管是朋友聚会或者是休假的旅游照 都能看出其开朗的性格 加上为成军馆大学表演艺术科出身的高材生 平常爱阅读且热衷于插花等休闲娱乐 事业生活兼顾得宜 值得一提的是 许志慧曾在综艺节目RadioStar中分享过 她曾在路上拯救被酒醉男骚扰的女性 充满魄力的一举展现与气质形象不同的反转魅力 当然之前令人难忘的巨端CP几乎照进到了现实 2020年韩国媒体首尔体育曾爆出爱的破教的复线CP 许志慧、金正贤两人重在恋爱的消息 报道透露 许志慧被金正贤细心且积极的态度打动 让不少观众为两人在聚外修成正果开心 然而就在消息曝光了20分钟后 许志慧的经纪人公司就否认了恋爱传闻 表示绝对不是事实 听到消息后认为非常荒唐 但没多久韩国媒体低硕随即曝光了两人前往家中约会的照片 打脸否认立场 31岁的金正贤和37岁的许志慧出现在了女方家的停车场 地势透露 许志慧和金正贤的爱情在电视剧爱的破教结束后持续了一年 媒体曾多次目睹两人的约会地点 一前一后默契 爱莫非又降临了 在此之前爱的破教已经有了一对 因戏结缘的家欧玄斌和孙艺珍 那年纪徐志慧也是可以算得上是演艺圈里的姐姐了 不过也许是因为身材高挑 所以似乎在她身上时髦的感觉更多一下 看看市场媒体上的日常照片 徐志慧展现出与20岁相媲美的眉毛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不变的眉毛 这样一来金正贤和徐志慧的搭配倒不突兀 人们纷纷送上鲜花和祝福 但到底是怎样的魅力让金正贤爱上了一个37岁的小姐姐呢 接下来会有他们的爱情故事可以听吗 然而我们只猜到了开头 没有猜到后面 吃瓜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擦嘴 又爆出徐志慧方面不单单 就自己与金正贤的约会传闻 发表了官方声明 彼此否认恋情 不得不说明星恋情看起来真的是扑朔迷离 并且在地车曝光照片后 徐志慧和金正贤的接近公司再次否认恋情说 更严正解释 他们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会约在家中见面 两人是关系要好的姐弟关系 见面是为了讨论合约的事宜 再后来金正贤就成了徐瑞芝的金应应 因为出演爱的迫降很好提升了自己开会的徐志慧 她会眷恋那个在舆论的泥潭里打滚了半年的小弟弟吗 37岁才等到人气之声 随之而来的是爱情 绯闻难堪 此中自慰徐姐姐只能自己去感悟了 如今这位高调姐正在和影音起向合作第六感之吻 一部吻戏满满的电视剧 吻了就能看到未来的爱人多么粉红的设定 生活几多不如意片场补偿个够 37岁继续拼搏事业是个好主意 不知不觉这位在荧幕上始终是女一插一口气 稳坐女二的徐志慧 在演艺圈里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其实金正贤并不是姐姐第一个绯闻对象 2017年三星熊市队的棒球运动员尹成焕和徐志慧传出约会 然而徐志慧方面和尹成焕双方都很快否认了 这两人并没有谈恋爱 徐志慧的名字在当时的名人X档案中被列入第二名 但是被约会传闻和结婚传闻所吞没 有人说看见徐志慧和理性男子在江南的一家咖啡馆一起吃饭 还交化了可爱的眼神 之后两人关系很认真 认真到要结婚了 所以在明日X档案之后 徐志慧的婚姻仍旧是一个高搜索词 至今还在被搜索 但当时据说徐志慧正在和某人约会 因为这个传闻她和男朋友大吵了一架 随后徐志慧表示从未见过李某 明星X档案的内容纯属无机之谈 作为一个非顶流著名的女星 也总有闹不清的流言蜚语 各种滋味怎么体会 只有当事人知道吧 年近40岁的徐志慧 至今依然保持与出道时相差不远的清纯美貌 观看其高中以及大学的毕业照 没有多余的妆容 配上可人的笑容 完全可理解当时为何被誉为校园女神 出道多年的她 每年马不停蹄的挑战新作品 靠着扎实的演技实力 人气直线上升才能取得今日的活跃 这次的新作第六感之吻 也获得不少剧名好评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她未来的发展吧